加州劳工部昨天开始接受自雇人士申请疫情大流行失业补助以来 接到超过23万份申请 比前一天多出19万 本台也接到不少观众关于申请和领取失业金的问题 申请这些补助必须注意哪些事项呢 欧志州的报道 加州劳工部的数据显示 自3月12日 也就是居家抗疫令实行之前至今 加州有350万人申请失业金 劳工部过去四个星期所接到的申请是2019年全年的申请人数 加州劳工部长苏维斯透露 加州目前的失业率已经冲破5.3% 而自3月15日以来 州府已经发出66亿的失业金 但在上个星期就发出10亿 而现在更是每一天就发出10亿元的失业补助 负责接受失业金申请的网站www.edd.ca.gov 周二开始也接受自雇人士申请新的疫情大流行失业辅助PUA 第一天就接到235,442份申请 比前一天多出超过19万 当局也透露现在一个星期接到1500万通电话 上星期也请了多600人来接这些民众电话 许多人无法打通 当局也了解到许多人迫切希望得到协助 记者了解到民众一些最常问的问题是 自雇人士要到哪里填表 申请疫情大流行失业辅助PUA 和申请失业保险金UI所用的是同一个平台 当局将会按照申请人提供的资料 决定通过哪个项目拨款 一般自雇人士是用得到的1099表来报税 有些自雇人士除了1099表也得到W2表来报税 这情况下当局只会考虑W2的收入 因为这是联邦法的设定 至于什么时候会得到失业金或补助金 要是申请人已经有当局发给的提款卡Debit Card的话 疫情大流行失业辅助PUA需要一到两天的时间可以拿到钱 失业保险金UI则需要两个星期 要是还没有这个提款卡的话 就必须等多一个星期 让当局将卡寄到申请人家中 提醒大家就业发展部也有中文热线 可以帮助民众递交申请 粤语服务电话是1800-547-3506 普通话服务电话是1866-303-0706 服务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至中午12点 这是22台地者欧智州的报道 现在与每家各地都可收看旧金山湾区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旧金山湾区的观众可透过KTSFAPP或电视收看 其他地方的观众可透过SBTVAPP或上网sbtv.ktsf.com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